接下来的练习就是我们的平面镜的成像性质 那个正立相等 趋向啊 但是我说还在记一下什么物据等于相据啊 什么左右相反啊那种东西 来问你说 照镜子镜中成像何者错误 平面镜是利用光的反射 水珠是对的 然后反射完之后我们教你叫左右相反 我讲过了 其实它左右没有相反 但是你就这样考就对了 就左右相反 B是对的 然后呢它一定是正立的相等虚项 所以A是对的 C是错的 它一定是相等 所以有人有考过 离一公尺这么高 那离两公尺离三公尺多高 通通都是一样高 没有改变 它都是相等的 不会因为靠近或远离 就变大或变小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C 简单小问题 停车站接问 这里有个可爱的小猴子 这就是我们会故意做一个左右相反的样子 这样反正是左右相反的意思 OK 没关系 这是平面镜 成像 请问你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可爱大帅哥 你们班有三五吗 有啊 不是三三三四吗 来三十 三十 谁是错的 A是错的 平面镜的成像是正立相等虚项 它一定是虚项 所以A是错的 那么相等 所以B是对的 物据等于相据 所以C是对的 面镜是利用光的反射珠是对的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就是A 简单小问题 下个也是简单小问题 平面镜的成像性质 当当当当当当当 谁是对的 又是那个很多缺号的女生 九号那没缺吧 没缺啊 九号 起立 答案 B B 你做 平面镜成像正立相等虚项 A是错的 面镜是利用光的反射 C是错的 成像性质有物据会 成像性质 要你背里面有个物据等于相据 所以诸是错的 然后我们是相等 所以大小一样对 然后我们说左右会相反 所以答案就选的是B 这就是我们问 有关于平面镜成像性质的问题 OK